结构 探索 继续 在大陆和坡老儿时 十多月里 我曾有几个月 在家里的生活 所以你要从这三条鸡肉你一定要先找到尖峰吗 尖峰你才可以找到下面的宫骨吗 现在我们在下面的宫骨头是从宫骨头吗 它是从宫骨头吗 从它的上方然后往后移动 这三条鸡肉嘛 所以你要从尖峰这里来找到宫骨 宫骨头你找不到手要稍微动一下 那我们手为什么要抬过来 是因为将宫骨这里面的肌肉才会翻出来 我做的如果弄弄了把腾部的肌肉也会弄成 我做的如果弄弄了把腾部的肌肉也会弄成 我做的如果弄弄了肌肉也会弄成 那有时候我们做的时候为什么我都会站在它的对侧 就是因为我这样子可以控制它的手又可以 又可以它这个力量拉过来的时候 它我们这边有身体长住啊 所以它不会有一个相对性的推力啊 那你看不管你这样摸或是这样摸都可以了吗 你一定要找到尖峰嘛 所以从这里这个宫骨头这个地方 它这个肌肉附着在这里 它附着在上面的是很强劲的这个肌腱啊 所以就是像橡皮筋一样很有弹性 所以你要去用力剥它才会把它剥松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手不够力的话 那可能就借助一些工具 它很强动你不用担心会把它弄坏掉 所以你一定要先习惯找到骨头 然后慢慢地脱出的 然后慢慢地脱退 但以后我们继续的手要吃 所以你一定要先习惯找到骨头 然后慢慢再找到这个肌肉的位置 这是你要习惯的 不是你要乱摸 这个肯是这里,你不用拆的 你要摸到骨头 找到拆,找到去 这个骨头不清楚 可以动的,要让它动一下 确认这个光骨头在哪 因为它肌腱是从光骨头过来的 所以你没有摸到光骨头 你怎么知道我要 你怎么知道这个肌腱 在公骨的肌腱是在哪个位置 你不知道 学长是在1260年 1290年 1290年 在印记民就在1160年 1160年 12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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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拉过来 会经过这个尖峰的后半侧 这也非常容易补摸 当然 后面做一做,你还可以按一下肩胛骨上的肌肉 尤其像中医的穴道,天中穴 这个穴道按的话也会放松这个肌肉 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你要做个肌肉在哪里 你要要求你自己,你懂得是吗?要去脏? 你现在刚开始你找不到没关系 你就 就问别人 或者来问我 我会 我会帮助你去找到什么肌肉 你要习惯这样 因为这样以后 你就会对他的关节非常清楚 那你就很容易去发解 关节的一些问题 你检查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现问题 那我记得说 你现在到你跟你似乎我们做个肌肉 这个肌肉的肌肉 也就说 你已经从他肌肉 或者尾巴尼 neces 如果他家庭的肌肉 我理解 他说 你想一下 我肌肉的肌肉 所以你光这个部分你可以弄动,这个就可以解决一些肩膀衰痛的问题 所以肩膀衰痛并不是酸痛的地方,而是它跟它的关节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比较慢慢的去了解肩胛骨头,你要慢慢去摸,那你摸很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运用肩膀的活动去按摩它的肌肉 这个就是在进一步,进一步你就知道要怎么用这样的方法去按摩它,这个效果就更好 那么这个东西... 一般的东西在艺术的服势的时候,用手勾植肩膀肌那些所以我们就能用这些骨头伸好,可以用手勾植肩膀肩膀肩膀 它也会对称到宫骨前侧胸腔这腿的拉力 所以你看每个拉扯的拉力它都有互相在控制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各种动作 我觉得它的 grupo员会说痠续过,是因为有这些肌肉平衡在互相控制 所以当它挫萎的时候不平衡的时候 它也会卡在这个关节里面 断 drinking 韬在互相與状态 因为自己不利 自然院和青韬信和orean 都好 这样说 något08都很心断 我的第二个男人都是胸脚的 所以这个图里面就是 大概这个图肌肉的走向 你要大概看一下 第一个人摸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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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要摸大 所以就是因为你们学这个肌肉 你要对肌肉的方向要很清楚 不然你摸的时候 然后你就头脑片空白 我现在要摸哪里 这个肌肉叫什么名字 然后你不知道它长在哪里 你不知道 那这样你要怎么去治疗 学生 我们学生的科学 学生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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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经常 才会ффray 而好像洗脱 教学生的科学 是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增加你练习的次数 有肯定已经清楚这三条肌肉的位置怎么摸举手 现在大家知道什么时候 第一个说是好肯定是谁的老把牙抢 没有人接手 很清楚了 知道吗 这三条肌肉要怎么接手 老把牙抢了咱们就跟着拆过 说说好肯定就是老把牙抢 还不清楚的举手 好肯定就是老把牙抢了 那下午来的话要练 然后清楚的人帮忙指导一下 知道吗 我跟你们讲这些 这个都是非常精华的部分 这个都是你外面花很多钱 学不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都会比较好肯定的 很近的人痛牵破了 但是我们都会比较好肯定的 就是人痛牵破了 但是我们都会比较好肯定的 所以我们都会比较好肯定的 然后我们都会比较好肯定的 所以我们都会比较好肯定的 那些人的力量练习性 为什么 因为你练习性 如果每天有一个肩膀的问题 你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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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做的话 大部分效果都非常好 那些人都会比较好肯定的 那么我们都会比较好肯定的 这个人都会比较好肯定的 这是一个肌肉症 我帮你按摩一下 你已经在找他的问题 把他的关节放松 然后让她评定。你的治疗是很根本的,最根本的。 好的,这种肌似的肌? 我就跟这个肌肉都要反应。 所以肌肉都要嗑似,所以我都要嗑似人。 好吗?可以吗? 你们互相做也要互相感觉说, 比如说你比较懂以后, 你要赶快教你那一组不懂的人。 你不要說我懂了你就好了 你要幫忙你那一組其他的人 尤其男生要幫忙女生 幫忙專家的 越多人學會越好 為什麼 因為以後開病的話 这样的病人非常多,你就是两三个会,这个都太少,这个根本到时候,你这个会的人不够的话,到时候很多病人也没有办法处理,太多病人也没有办法处理。 因为我们陆续会讲到肩胛,肺部,肋骨这些都是有相关的。所以,前面开始学,一定要学清楚,不然后面你会讲到肩胛,肺部,肋骨的关系,这些都是有相关的,所以你这个前面开始学,一定要学清楚,不然后面你会讲到肩胛,肺部,肋骨的话,这些都是有相关的。 你会搞不懂? 现在我说,这个时候有读书和马上有读书,所以要不习惯,就给钱包装。 这些读书的读书都不得接,那些读书都不得接,那些读书都不得接。 好吗?那下午,就是两点,两点先来的同学就先练习? 我先去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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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我们早上上到这里。 当然,我说,参谨一下,先回来。 OK。